3 2 1 凌晨三点 火星从发射场上空穿过 两个小时后 发射场迎来了新的一天 这里的清晨看起来宁静而普通 张玉花喜欢走路上班 从住所到办公楼步行30多分钟 外面看起来比较神秘 对我们来说 那就是跟大家的工作 我觉得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这里面 那仅仅是一部分 口罩都带好 口罩 然后今天排一下工作 就是下午3点 配合那个运车 每天早上8点 都会有一个例行的早班会 汇总前一天的工作 安排新一天的任务 今天环绕器分系统 有一个重要任务 往测试电缆上缠保鲜膜 安全保鲜膜是因为 我们的湿度比较高 然后那个电缆 我们是今天要从厂房 拿出来到塔架去对接一下 就怕是在厂房里面 温度比较低 然后拿到外面 就温度一下子高 它的表面就会有水雾 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 就怕那个水 会影响它的电性 所以说我们要 先做一层防水 在人们看来 高大上的航天任务 就是这样 有一个又一个 索系 枯燥的工作 一步一步集合而成 整个航天没有不加班的 6加1都是少的 经常是7天 都是这样的 最近这3年到4年 在家待的日子 应该不超过 3 40天吧 什么中秋啊 国庆啊 端午啊 什么什么 这些所有的节假日 其实跟我们 都没有什么关系 下午4点半 食堂的工作人员 忙开了 为了让离家多日的 科研人员 生活得舒适一些 后勤保障部门 想了各种办法 让大家吃好 早中晚一日三餐 就是不太同样的吧 各地方小吃都可以做 北京来的人比较多 比如说颅毒 暴毒 每周都有一次 现在也不让糖吃 打完回房间 回房间吃 火吃挺好的 很好吃 他们有的人说 要来基地减肥 其结果就是决定 回去再减肥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多少 都有一些不适应 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会多一些这种 多一些这种生活上的秘密 现在都已经习惯了 已经三个月了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总会看到女工程师的身影 但在很多人看来 航天的工作性质 似乎对女性 有着更大的挑战 我们航天又不是需要爆发力 和需要体力的 我觉得需要的是一种智力 还有是百质不老 其实男女区别是不太大 陈彦和她的室友周星 都是妈妈 两人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 每天通过网络视频 和孩子聊聊天 我其实本来梦想着 每年都带孩子去一个国家 结果自从我干火星开始 就这几年就 就是都没有去过 我想就是等到 我们将来火星成功之后 我就来去实现这个愿望 这几年我们也吃了很多苦 无论是在技术上 还是在生活的压力上 但是就是吃的苦越多 可能将来成功的那一刻 你就会越欣慰